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把所有事情都办了 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 足够出户 把病看 尽管在后疫情期间 互联网挂号已经被老百姓普遍接受 基本解决了挂号男的问题 也有效减缓了医院里的人员聚集 但是全国各大专科医院 还是人满为患 看病男的问题依然困扰着患者 您觉得现在凭这看病麻烦吗 病的是15点到15点半 现在这个时间还没看上 麻烦 尤其我们岁数大的人也不懂 在一个医院大人也多 我这个是28号来的 孩子今天下午的4点半以后 那你没办法了 你不等打诊吗 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外医院 是一阵至心血管疾病为主的专科医院 也是国家心血管病中心所在地 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 2020显示 2019年 我国因慢性病导致的死亡率 占总死亡率的88.5% 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1显示 在我国以心血管疾病为主的慢性病的发病率 呈逐年上升趋势 对于府外医院来讲 在外地进京来进行诊疗的患者 能占到70% 进行完诊疗之后要进行复查 那么会占用我们大量的医疗资源 要进行也带给他们带来非常大的不变 慢性病患者频繁去医院 无论是对于患者个人 还是对医院而言 都是一种不小的负担 医院有限的医疗资源和患者的需求 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矛盾 现在的时间是早上8点左右 我正在一个小区里头 今天我们要陪患者段大哥去医院开药 实际测算一下 从家出发到医院拿完药 这个过程需要多久的时间 段大哥你好 你好你好 咱们现在能出发吗 可以可以 怎么去咱们 坐公交去吧 行那您带我 咱们这边走 好 段大哥 你每次取号排个队 等着叫号排个队 对 拿药在排队 五个步骤 咱们看看今天运气怎么样 可以 看药 外科23分之一 咱还有40多号 到咱们了 你好大夫 看一下药 对 其他药还拿吗 其他什么 好 咱现在就是去浇费 对吧 对 你怎么支付 可以卡给您了 先开个地方 现在咱们可以去拿药 花了一个多点 咱们等到拿到药 也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一个小时 对 咱从家门到现在 花了两个半小时 对 没错 没错 但一会儿您还得回家 一会儿可不是 还就得一个小时 也就是说 您要单独为了拿药的话 这三个半小时 麻不麻烦 很麻烦啊 半天没了 半天没了 相信段大哥的经历 很多人都会感同身受 即便是住在医院附近的本地人 简单地开个药 都如此大费周章 更别说 那些外地来北京 看病的患者了 作为治疗心血管病的专科医院 户外医院仅2021年一年 开展的心脏手术 近五万例 而这些手术后的患者 都需要复诊和开药 这得占用很多的医疗资源 户外医院也想出各种方法 优化就医流程 但依旧没法满足患者的需求 那么有没有其他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呢 能不能像网络购物一样 这些复诊患者在家里 甚至在外地 通过网络就能复诊开药呢 在户外医院的宣传栏当中 我们看到许多关于互联网诊疗的宣传内容 互联网上能够看病诊病 还能将药品快递到家 这可靠吗 之前用过互联网诊疗这种方式吗 没有 没有 我是来给家里老人来复诊看病的 没有用过 我昨天释出药用 但是我不会用 上午11点 正是复外医院最繁忙的时刻 几乎每一个诊室门前 都排满了后诊的患者 但是有一个诊室 却是显得与众不同 这个诊室内 没有一个患者 所有的医生正对着电脑说个不停 这个场面看上去 有点像直播间 那么他们到底是在干什么呢 这个食必流 治疗方面有哪些方法 我生活上面 注意哪些方面 好的 然后我看来你现在有上传的资料 现在的超声在左室后避的一个石壁流 这个地方的石壁流 对整个心脏的功能的影响并不大 你还有糖尿病是吧 对 现在血糖控制的满意吗 血糖控制基本上满意 画面中的这位患者叫袁岳武 2017年在腹癌医院 做了心脏支架手术 最近发现患了石壁流 特意挂了腹癌医院 吴主任的专家号 而此刻他人在山西的家里 接证的吴主任 却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 这种诊疗方式 就是互联网诊疗中的一种 叫做视频诊疗 老先生您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在没有咱们这种 互联网视频问诊之前 跟现在比有什么区别 那个区别可大了 以前我们挂号呢 早早的 7点钟以前 就要到腹癌医院去排队 排队挂号 然后看医生 他要拿药 我要不在北京 我女儿在北京 女儿要折腾半天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 医生与患者 可以通过线上视频的方式 在聊家常的同时 就能把患者的问题给解决了 这些报告我都看到了 现在这个血液的状态不错 然后您这个新功能的也很好 那么这种视频诊疗形式 能不能被患者接受呢 老爷子您好 您今年是80多了是吧 虚实是84 您用这软件觉得方便吗 您会用吗 方便 上面这个新电图的报告啊 都是您自个上传的是吧 对啊 我跟哈尔滨这边呢 把检查的结果输过去 看完了以后呢 最后告诉我 你现在不怎么做 这不就完事了吗 互联网医院视频问谁 这个操作对您来说 有没有难度 对于我来说 没有任何难度 你很自信 对于我来说的话是非常方便 我在内蒙古 呼伦贝尔 地方比较偏远 坐火车的话 它可能需要两天 对 但我运过还 就是身体不太方便 通过这医院的这个软件吧 能省去很多的时间 也省去很多的精力 也就是说 无论你在全国的哪个角落 都能和国内大医院的专家 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甚至得到线下同质化的服务体验 咱们是可以把药职业给他寄到家 对 这个我已经做了好多次了 他们都会快进去寄到我家了 您觉得这个过程方便吗 非常方便 我足够足够 把所有的事情都办了 仅跟互联网诊疗时代的到来 患者复诊开药 也变得和网络购物一样简单 一部手机就可轻松完成 这是户外医院的药房 所有药品的分解 都是智能化控制的 我现在就在医院的药房当中 身边是我们药机哥的张老师 张老师您好 我看咱们这个互联网诊疗服务当中 是可以帮患者把药品快递到家的 这个过程是如何完成的 就是患者在我们的AVP上提交处方 然后我们后台操作以后 可以为患者准备好处方 这就是咱们患者要快递到家的一些药物 对 所以其实有的患者 可以通过一些处方和数据完成他的报销的流程 对 没问题 这个时间大概需要多久 程序上申请是大概半天左右 快递到家如果是本地的患者 应该一天就可以到家 所以从复诊到医生开处方 再到消费拿药 整个过程当中患者是不需要来医院的 对 不需要 就是为了方便患者 这确实比我们正常来医院就诊的流程要方便太多了 对对对 互联网诊疗要凭快递到家 不仅仅是方便患者就医 互联网医疗已对全国医疗资源的配置 起到了很好的调配作用 如果能够通过互联网诊疗的形式 完成初步的复诊 那么筛选出来确实需要进京来到医院检查的 这样住院检查的这样的病人的话 那么实际上是提高了这个效率 同时其实也能让这部分患者 就近在当地完成一部分复诊的这种需求 我们来给他进行一个评估 也是优化了这个优质医疗资源的这个配置 视频问诊的确为很多老年患者 以及外地患者提供了更便捷的服务 但是对于都市上班族来说 这种形式是否适用呢 互联网医疗还有其他方式吗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今年34岁的曹女士是名影视演员 两年前因为慢性心血管病在户外医院做了诊疗 因为平时工作忙且没有合适的时间进行视频问诊 因此他选择了图文诊疗 那图文诊疗又是什么呢 以前我都是工作日去排队挂号什么的 现在不需要了 现在服务医院这个掌上APP很方便 上面有预约挂号 有再新问诊 把我的情况告诉我的组织医生 胡医生 有病人挂了我的信上的服务问诊 我的微信上就会收到一条通知 这一点开之后就可以看到 从他的这个入院的情况 到他检查 诊疗的经过 包括他所有做的检查的结果 还有用的药的调整的情况 您好 患者血糖很高 最近有没有复查过糖化血空蛋白 像您这个就可以直接通过语音的方式 对 时间比较紧 然后打字比较多的话 其实用语音交流也比较方便 把我的状况发给胡医生 看到了就给我回复的这些信息 跟微信聊天一样的 其实您通过看 咱们医院系统里面的 这个患者的一些诊疗记录和住院的病例 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比患者 自己去口述过去的这个诊疗的过程 要更加准确一些 是的 图文诊疗更受年轻复诊患者的青睐 一方面 年轻人对自己的病症比较了解 另一方面 只需要利用碎片化的时间 就能轻松复诊和将药品快递到家 相对来说 图文这种方式比较简便 医生可以利用他的碎片时间 就可以去做了 患者来了也可以发点他的一些症状要求 发完之后他就可以去等医生的回复 他不用在线上盯着 但反过来 这种视频这两边得兑好时间 一定是要用一个整块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 视频诊疗 图文诊疗 还能将药品快递到家 除此之外 医疗与互联网的结合 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刚好我们遇见了准备回家的段大哥 在我们的邀请下 让他体验一下互联网诊疗平台 互联网医疗还有例如预约挂号 预约检查 预约住院等功能 也能优化线下就诊的一些程序 那么实际体验效果是怎样的呢 互联网除了能带来便利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 就是同质化 那么互联网诊疗能否带动其他地方 相对落后的医疗水平 达到同质化呢 我们眼前的这个CT图片 来自2600米外的 云南省腹外心血管病医院 作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腹外医院 支持的区域医疗中心之一 云南省腹外心血管病医院患者 做的检查报告都会同步到北京腹外医院 这是云南昆明腹外心血管病医院 他们检查的影像科的所有病人 首先呢 这些图像呢 它就会用机器规范化的扫描 规范化扫描以后呢 它就可以把这个图像呢 就可以传到北京腹外医院 我们就可以帮它来会诊 无论您在哪里做的检查 都可以通过网络 给更权威的医疗专家共享 这对于医疗水平较低地区的患者来说 无疑带来了福音 互联网医院是尽可能的满足咱们这个患者 一些需求 同时我们还把我们的优质资源 下沉到区域 把他们帮扶到达到同质化的这个水平 患者需要大专家 医生其实也需要大专家 对 互联网带来的不单单是方便快捷 更是一种拓展 它将让医疗行业 把集中在大城市的优质医疗资源 蔓延到更加偏远的地方医院 那么在科技和国家政策的推动下 老百姓是否能享受到 全国同样优质的医疗服务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掌上腹外 于2016年上线以来 你俩模仁 你俩模仿 我们想请 这么说 有广场 社交平均 儿子 你俩模仿 我 你俩模仿 没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